这一次的罢免案真的是非常大的难关 岌岌可危 如果大家不出门投票的话 凤山就会少一席进步派的议员 黄杰说他问心无愧 认为这是一场报复性罢免 这一次不是我个人的战争 而是为了守护我们共同的家乡 不要被仇恨跟报复击垮 一起终结这一场报复式的罢免 我不要赌猪肉来赌害我家人的健康 我经历过六次化疗三十次电疗 我不要我的孩子 以后遭遇病痛的折磨 黄杰罢免案法定领嫌人刘成芳发言时 数度哽咽落泪 批评黄杰不在乎凤山人的健康 在市议会表决全肉品瘦肉零减出的时候 黄杰你要落跑呢 选举公报上面 罗列的罢免的理由 都让人啼笑皆非 他写道 我问政没有尽到议员的责任 说我问政 质询的时候问倒了市长 翻白眼作秀 甚至不关心凤山 质询的时候也没有提出 有建设性的建议 对于霸解理由 黄杰表示不服 而报病现身的霸解领嫌人刘成芳 在电视说明会上的一番肺腑之言 竟被脸书粉丝专业打马汉将粉丝团当成攻击素材 还恶意制图 此举让另一脸书粉丝专业比特王气愤表示 看到侧翼做的那些垃圾图真的很愤怒 痛批垃圾侧翼 连癌症患者都不放过 对此有网友指出 看到一些人留言时 还开刘臣芳生病的玩笑 觉得很可怕 没人性的1450拿钱办事 敬佩刘臣芳罢免烂黄杰 除了网络空战 蓝绿阵营围绕霸结案 已经全面展开地面路战 另一名代比照选前黄金州镇长 深入社区反罢免 黄杰也赶紧把握罢免前最后一个假日 为自己拉票 谢谢谢谢 慢走慢走 不希望这样暴富的罢免 要在台湾遍地烽火 终结之战 然后这是一场最终战 然后不希望社会继续蔓延仇恨与暴富的歪风 蓝绿对决其实是一个假议题 即便过去支持国民党的朋友 看了昨天这场说明会以后 如果你还觉得这场罢免 是有它的正当性的话 那我建议你再看第二次 民进党内部定调对黄杰全力相挺 蓝营则成胜追击 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举办座谈会挺霸结 高雄市前市长 韩国瑜团队的民政局长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副主委曹环荣 以及蓝营市议员也在宣传反来猪时加入罢免催票 而连任四届的中国国民党桃源市议员詹江村则表示 他原本预估霸结通过几率不高 只是最后压垮黄杰的不是稻草 而是神木 作为神木就是擦英文出来挺黄杰 因为这无疑会挑起韩国瑜支持者的薪酬旧恨 霸结结果因此平添变数 只能说绿营在霸王案之后病急乱投医